我就是念着飞鸽吃了好长时间 好长时间了 是念好小爷爷给他 他报到奶我吃到奶 飞鸽几年来完了 黏住你了 我一下一半了 就看了你节目以后 我天天吃 吃到我也办法 你想啥干点 他看这词可不是这么对的 大哥长胖也算我头上 我可不背这个锅 再说了 大家都了解 我小飞可是被穷养出来的 今天这整的又是羊排 又是烧烤的 咋回事啊 最关键的是吧 景级石柜 这是最关键 因为是个老店 这肯定要不少了 我孩子那时候 你想小时候 现在多少十多了 最糟没长节 所以又跑到怀烧路 又转到这儿 反到这儿应该是 一年多没多长时间 那个胖子石老板 好多年了 肥而不腻那种 外焦里边带点嫩嫩的 现在烤出来了 一般佐料不咋 盐 自然 辣椒 三样 是吧 对对对对 火候适合咱这个老郑州的口味 有的烤得太老 主要的不删 我听他们说什么羊不删 不怪不懂 就吃它这味没有伤口 小山羊不删 小山羊不删 所以它这个那个味症 整体还可以 脚酥吧脚是吧 脚酥 应该是那种外焦里嫩 对对对对 感到可能进长 考虑有点狗 但是很好吃 那就是失败了 老板紧不紧张我不了解 但是这换了三回地 干了26年的烤串 大家是真的喜欢吃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约上三五蚝油 两三个凉菜 几瓶啤酒 再烤上点串 就这样围坐在小桌旁边 吃的就是这股子切一劲 我今天是来这么服 我没说你们仨 看下对钱吧 我又来吃 口渣妥协 你一看就是给附近乳了 对其他三个人 好像还都是比较齐正 吃点烧烤喝点小啤酒 对 然后就过来了 聊聊天吃这一份 对 然后再 羊排挺香的肥而不腻 而且这个油相对 我挺喜欢的 但是像这种比较瘦的 也瘦不了 一口咬下去是什么感觉 感觉这个羊油 就是这种口腔是比较香的 然后吃下去之后 觉得也没有那么腻 所以你是想不住的 我基本上不太喜欢吃肥的 那他这瘦肉咋样 挺香的 我吃的没香味 就要可以弄根嘛 我跟四个要了五根 四个人为啥要五根啊 因为他能吃啊 给他两根啊 哈哈哈哈 我说你是干啥的你 赔七了嘛 酒没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气点 别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别 没事别别别别 回来回来回来 哈哈哈哈 喝酒的杯子 都提前给我准备好了 我了个刀烟啊 你可真弄啊 但是你咋知道 我就没有准备了呢 哈哈哈哈 老板同场 服不服 一样一样一样 一样一样 你知道我戴手套干啥吗 掐手离来 哈哈哈哈 这不一样 来 瞅瞅这些肉 颜色看起来是很鲜嫩的 肉干 啊 肉干 肉干是吧 对 所以说明他这个肉呢 第一个是比较雌实一点 然后呢 肉呢也比较干一些 所以你买的时候 没什么水分 对吧 咱吃的时候呢 也吃的比较过瘾一点 也比较实在一点嘛 北哥 你从打号收到了 开始吧 哈哈哈哈 吃麦种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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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油啊 这可以油 这可以油 这个我得自己切 对 还得自己穿 这个太棒了 那一会儿我是不是在自己烤 自己撒料啊 好嘞 老板这是活出去了 要把摊都给我了呀 听他介绍说 这里的烤串品种 不管是羊肉还是羊排 腰子都是鲜肉直接烤 没有提前的腌制 吃的就是个原汁原味 而这样现切羊肉剔出来的羊骨头 老板也舍不得扔掉 直接加上水熬上几个小时 不就是现成的羊肉汤了吗 如果再这样扯上几片面 这毁面才呆尽了呀 毁面是老实毁面 等于说 分两个什么东西是吧 它这个羊汤可是就是 不那么腻 就是有一般 那样其他的羊汤就是 它那个油比较多 它这个就是 还是它那个羊的事 它那个羊肉不那么散 它那个味不那么重 所以鲜味比较强 对 鲜味比较值 羊肉汤 牛肉 那它算是羊肉汇面的 还是算是牛肉汇面 这个在我八二年当兵回来的时候 我在那吃了那儿 让根肉跟到这儿 算是汤鲜 面筋 肉香吗 肉香 它这个肉是骨过的 相当于是牛肉臊子一样 对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这是我的牛肉 这是我的牛肉 对对对 牛肉丁就是这个 这个看着就香了 感觉就会很入味的那种样子 你知道吗 我可以尝尝 哎呦我的天哪 你要这么说 是吧 香料的味道 整个都已经融到这个 牛肉里边去 而且牛肉呢 瘦的部分 吃起来完全不排 就是一个字 带点嚼劲的嫩 你知道吗 而且它这个料味 是香 它不是那种 就是说料味太重了 然后会加了牛肉的 那个香味呢 所以其实很多味道 是从这里出来的 对对对对 是吧 有这个炸这个牛油 还有自己贴的味道 有料 这个牛油不是纯牛油吧 不是不是 加了有香料 然后再加上那个料粉 对对对 好 然后以这些来打底 所以它吃起来才会香 羊肉汤下会面 牛油打底 配牛肉臊子 这样的会面 据说也是他们家26年来 一直保持的特有味道 不过这卤出来的牛肉臊子 还真的是味道很足 但是这肉吃多了吧 也容易让人误会 没呀 可以了可以了 你们那大嘴吃素吧 对大嘴吃素 你是吃肉的 对对对对对 那一千多的牛排 一千多的牛排 我那是在梦里吃的吧 不过今天的大腰子 老板可说了管够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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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跟你讲 这种时刻 人有种容易出这种 比较癫狂的状态 你想想 你飘了是吧 我都觉得我不飘了 我跟你讲 让我幸福一会儿 让我幸福一会儿 我是谁 我在哪儿 外表那个壳啊 微微的焦焦的感觉 然后呢 不用拿牙咬 就拿舌头尖 往上面一顶 整个里面 整个就爆开 然后那个油脂 整个在你嘴巴里面 再放两圈 对吧 再润一下 然后你再给它咽下去 缺点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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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口面 所谓的汤鲜面筋 是有的 虽然说 刚刚呢 先是吃了这些 味道比较浓的 口味比较重的 这些烧烤 但是在吃这碗烩面的时候呢 你是依然能够感受到 它这个汤的鲜味的 还有它这个牛油 给出的那个味道 在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一口羊汤 才是最知道回味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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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